我這次是完全是零配貨的情況下 得到手上的一個袋子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幸運呢? Hello,我是Bivia 今天我終於拍2022年的第一條片 而這條片也是我第一次拍的片種 如果你們看了這個題目就知道 我今天是要拍一個手袋的開箱片 我應該真的屬於那些很少買手袋的人 因為我真的不太捨得用這塊錢去買一個袋子 尤其是關了BBS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的錢是寧願投放在他們身上 或者可能放在家裡 放在他們身上 但就很少會把錢再放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對上一次去買這麼貴的袋子 都真的有整年的事了 那我手上的這個袋子就是Hermes的手袋 如果大家是買開它的袋子 留意開的話 看它的尺寸 你應該都知道這個是什麼袋子 因為那天我告訴了一個故事之後 很多人看到這個盒子 他們就已經問是不是這個袋子 然後我說這麼厲害? 為什麼可以看這個盒子 你就知道我買了什麼東西? 果然大家都是很留意這個品牌的手袋 那先說一下我怎樣得到這個袋子 因為很多人買Hermes的袋子 其實都會經歷一個過程叫做配貨 那就要在他們店裡消費一個金額 才可以去買到一個你想要的手袋 但是我這次就是 完全是零配貨的情況下 得到手上的一個袋子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幸運呢? 這一切的功勞都要歸功於Suren 話說有一次我跟她一起出完活動之後 她就說想去Hermes那裡走一圈 然後我就說好,我有時間陪她去下一圈 然後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開其實我自己很想買這個袋子 對,很想買這個袋子 然後她就說你想買嗎? 不如我幫你問問我的SA會不會有 就是會不會可以買得到 用她的配貨額去幫我買這個袋子 那天我跟她進去一陣子之後 我就早走因為趕著她去照顧她們 然後我在搭車的途中,她就已經發了一幅圈給我 SA說來,會有這個顏色的袋子 你會不會喜歡? 看完一幅照片我覺得都漂亮的 不過就好像不太容易搭配到我平時的衣服 不過她只是問一下而已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抱著很大的期待 去到你這件事 那次跟她說完之後 其實我只是抱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的心態去等這個袋子 然後去到新年前幾天 我忘了exactly是哪一天了 她突然打電話給我 她說我現在發了幾張照片給你 你要立刻回覆我 然後她就發了在店裡這個袋子的照片給我 然後就問我,你現在只有幾分鐘時間 你要還是不要? 那我看完之後呢 我就很快就決定,好,買 這樣,所以就買她回來了 那這個就是我得到這個手袋的過程了 是有一點點不果思議的 還有有受寵若驚的感覺 是的,因為大家都知道 現在要買她的手袋其實真的很難 那所以就能夠買得到她 我是非常之感恩的 多謝小燕 不要說太多了,我們立刻打開她 對,因為其實我已經拿了她回家一個多星期 一直都忍著不開著 因為我想第一時間拍片的時候 才跟大家一起打開這個袋子 所以我是完全沒看過她的真身的 對,跟大家一起打開一打開 首先呢,她有個蝴蝶夷 這個東西很貴 我們打開這個蝴蝶夷之後呢 就可以 一起打開 第一次這麼認真去開一個手袋 然後就有塵袋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看看是什麼 因為我真的沒買過她們的東西 所以這個盒裡面會有什麼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對了,OK 上一本 書仔 是教你去到怎樣去保養她 就是一個說明書 然後我們打開 登 有 登登登登 哇,這個就是傳說中的Picotina Picotina應該屬於買Hermes的入門級別的袋子 因為它的價錢也不貴 而且這個袋子的款式是非常之容易配搭 無論什麼年紀的人 其實我覺得都很容易配搭這個袋子去使用 我這個袋子的顏色就是珍珠灰 我這次這個就是小安幫我選擇的 他說這個顏色是很搶手和很難會有的 而這個袋子的扣,我這個就是銀扣 裡面呢 現在就有一些bubble紙 就拿開它 是不是應該要保持的 還是其實不保持 然後袋子裡面就再會有一個這樣的袋子 裡面應該就是那個鎖來的 就是有它的鎖 這個袋子大家應該都知道它的間隔呢 就是沒有間隔的 我知道有些店舖是會弄一些內袋 去幫它做一個小小的分隔 可能我接下來都會交一個內袋 讓它做一個分隔 放東西的時候就會方便一點 我這個尺寸是18 它好像有分18和22 我不是專家來的 但我知道它好像有分18和22 因為我自己都小粒 所以拿18我會比較適合 如果22的話對我來說應該會比較大 據說這個珍珠灰的顏色是趁銀扣是比較漂亮的 金扣就好像說沒那麼漂亮 所以就 不過銀扣的感覺就會比較隨便 都會比較適合我 因為我自己平時穿衣把扣 都是比較 傻的 我覺得 尤其是有了他們兩個之後 都不能經常穿到經常穿 還有那個高跟鞋 其實都會少穿了很多 就算穿也會穿矮很多的肘 以前還做女生的時候 那些高跟鞋 經常穿到三寸半 四寸起的 現在穿兩寸就已經覺得很夠了很累了 真的 大家做到媽媽應該都會有這個 同感 現在裝了扣之後就是這樣 哇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它這個灰色是很 感覺很優雅 這個手袋就是我近幾個月出街都會用的袋 就是來自這個小CK的品牌 所以就很便宜 好像幾百元一千元都不小 那我現在的手袋裡的東西 有一點點鹽 噔噔 對了 因為早兩天出街了 所以就還沒收到 那都跟大家說一下現在會有些什麼 同樣都是會有一個卡住 接著就會有一個口罩出街替換 紙巾 消毒用的濕紙巾 會有搓手液 還有這個酒精的噴霧 會有粉盒 潤唇膏和唇膏 好 最後就有一個電話仔 以上這一堆東西 就一定可以夠放在這個pico pin那裡 那但是就 對 放下去就會有一點點亂 所以我就說 應該要買到一個內格 去把它做一點點分類 那就會好一點 那就把它們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它是有一點點墜了 但是袋型也是保持著很清新的 很漂亮 你看看 哇 袋子這麼高 它們只是用了這麼多位 可以裝很多東西 當然不會再用膚 看完袋子之後 跟大家先開這個盒子 那天Swen 除了幫我買這個袋子之外 她還送了這份小禮物給我 超開心 真的超開心 我沒有想著 馬上去買一條Twitter 去給這個袋子 因為我也想著自己拿到上手之後 再去看看它的真身 再去配色或者去選擇 但是她幫我選擇完袋子之後 她就馬上送了三條不同的款式給我看 她說選一條 然後我就選了這一條 能否猜到我是選什麼顏色呢 整條Twitter也是很色彩 不過它的色調是藍色為主的 然後就會有一點紅色 裡面有一些公仔 現在輕輕綁個蝴蝶夷給她看看 之後我再上網去看看別人的教學 應該網上也會有很多教學 去教你怎樣綁得漂亮一點 或者是怎樣弄的 那我就... 登登! 她有衣服穿了 她第一件小衣服就是藍色的 多漂亮 綁得漂亮不漂亮 這個袋真的比我想像中漂亮很多很多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要like和share 還有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接下來的Facebook IG MeV 還有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